灣區偵探帶你融入灣區生活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那些影片了 想了解更多的流盤資訊 可以連結我們影片下方的 WhatsApp連接 查詢發展相內部優惠價 我們希望無論是甚麼情況之下 都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支持我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Dini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 侵觀一下一個新款 就是我們看到的 朱中夷州郡慶普 他是位於中心火國區法區的 一個中心位置 他的一個地段 配套和溝通 究竟如何呢 現在我們就進去演奏的一個 壽納部 從事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現在我們就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流程的一個區位是怎樣的 是 選擇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目 招商雲鼎府 是位於火國區法區的 就是這個火國區法區的一個 匯整西路陪伍這裡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地段 是處於火國區法區的一個中心位置 首先這裡有一個火區 就是匯整中心在這裡 是一個地形的一個匯整中心來的 那而且它這附近的話 都有那些通路街道附近這裡 有那些銀行機構 政府機構啊 全部都是 集中在火國區法區匯整中心的附近的 所以說我們雲整庫這個項目 就是處於火區區法區 最中心最重點的一個位置 那首先我們緊緊溝通的一個問題 那在我們樓盤這邊出發 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去到中山拱碼頭的 就在這個位置 那中山拱碼頭的話 現在就有線 可以去到深圳的複影碼頭啦 就在這個位置 還有替子的一個 替子溫郵輪母港 中環碼頭 還有香港局際機場 全部都可以去到的 而且這些紅線 現在全部都虛空的了 那這個是很順的一個線路 那其實這個呢 我們紅木這裡 都有公交車站的 你說到時候 就深圳通過通過車之後呢 我們都可以在這裏坐車 去到深圳通過那邊的家 那我們紅木的話 就比較靠近 抓深圳通過的一個 第一出入口 就是這個離村出口啦 紅木過到離村出口的話 大概就四公里的一個路程這樣 然後在離村出口 就直直上馬翁島 到深圳通過去深圳那邊 大概就三十分鐘的一個時間就可以了 那除了這個呢 在我們紅木這邊 出發去到中深鎮 是一個輕軌鎮 現在都是一個高鐵鎮來的了 那在這裏我們可以坐輕軌 深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去到廣州的一個廣州南鎮 或者去到深十分鐘的時間 都可以去到珠海的一個珠海鎮 或者去到長龍 到家裏沒有問題的 那除了這個呢 未來的話 它中深都會選擇一條 乘軌二號線 就是這一條 以後的話 會經過這個火具鎮的 那火具鎮 我們紅木的話 亦都是連鎮分中的一個車程者 所以說 它未來的一個溝通 都會比較方便一些 而且它現有的一個溝通 都有這個碼頭 尾線的一個線路 還有有公勾在這裏 而且呢 在我們紅木附近這裏呢 都有一個VLT快速公勾線的 這條線路的話 是可以直接去到中山的一個市區 石崎東區西區都可以去到的 所以它現有的一個溝通 以及未來的一個溝通 都是非常可觀 那現在呢 我們就看回它周邊的一個配套方面 那在我們紅木附近 一個際稱 多數人可以關照照舊的編統 這他那麼看見 我們紅木這邊 有個燭牙惠德國爾學校 是省一級的學校來的 那除了這些 galleries 還有東區 из第五ë小學 二位營學校 還有在這一邊 這邊呢 還有一個火具一中 都是省一級的一個學校 上面這裏 火具中心小學 省一級的 火具區第一幼稚園 也是省一級的學校來的 所以在樓盤周邊的話 有很多那些省一級的一個學校教育配套是完全沒問題的了 那平時的一個生活配套最齊全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世紀廣場和太陽城廣場 聲耀廣場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太陽城中心 那在這裏的話 裏面有那些麥當勞、骨城市、KTV、電影影、親廳全部都集中在這裏 在這裏 它是一個非常帝型的一個商業體來的 所以你平時的一個衣食住行的話 在這裏 全部都可以滿足到逆重的一個生活所需 那除了它的這些生活所需之外 洪墨這裏 還有一個德能湖公園 在這裏 是一個遊行公園來的 在這裏 陣地就有兩伯母 裏面還有一個敏紅的一個打卡點 是叫 荷花池的 很多人都會去這裏打卡 還有這裏 有一個伯具的一個局際中心在這裏 那這些呢 大概是項目的一個區域和溝通配套方面 那現在呢 我們去看看項目的一個花款是怎樣 好 現在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它成一個項目的開幕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沙盆來的 項目的話 就這麼大 那它項目的一個陣地呢 它就有115毫地 那其中呢 就有15棟那些用房 3棟那些複式 還有15棟那些敵水來的 那現在我們所在的一個位置呢 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泽納布 它是一個文化藝術中心來的 以後的話 都可以交給政府做一個供應配套 那首先 講回我們樓盆的一個方向 在我們樓盆的一個臨邊 這裏是臨邊 下面這裏是北邊 左邊 右邊的話 它是西邊 左邊 這邊是東邊來的 那在我們樓盆這裏就是鵪鮮我們廣島的一個 一個德能戶公園來的 一個德能戶公園 它整地兩佛墓 有一個網紅打卡點 就是一個婆花池 那在我們西邊這裏 西邊這裏是一個會展中心來的 鵪鮮都有廣島 是一個非常避免的會展中心 那在東邊這裏就是鵪鮮我們所廣島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中業中心 或是太陽城中圈來的 所以我們鵪鮮去到這邊的話 也都是三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總分鵪鵪鵪 那鵪鵪鵪除了十五棟那些用孔之外 整個鵪鵪鵪獲 goddess 是不太充滿的,它全部是懷季身來的 合懷式 胸目它自身帶油的一個綠化卵有百分之三十 而且可以看到它這裏是有一個一千平方米的一個遊影池 胸目的每一棟建築 它一樓都全部都是做一些架空層的 做一些健身室、運動食屍 給月珠去使用 而且整個小區來說它都是一個智能化的 怎樣是智能化呢? 比如說你現在在小區的一個入口這裡 進來是要人面失別的 小區的一個入口進來是要人面失別 人面失別的話,你失別了你之後 你走到你所在的那一棟 它電梯的話,它會提前到一樓去等你的 除了這些呢 整個小區都有那些金控分佈在那裏 比如說你的小朋友在小區玩 不知道跑去到哪裏 你去問月果去找他 去調那些金控看到 去看你的小朋友究竟在哪一個位置 而且整個小區的一個綠化風格 你都是以新能為主題的一個綠化設計 有那些月光跑道 還有那些觀景用的那些水池等等 這些全部都有的 那小區成一個空目的綠化 現在買的就是這兩棟 五棟和六棟這兩棟 五棟六棟 那它都是兩梯四伙的 就買的有87平方米 就在臨邊那裏 臨邊那裏兩個壺形是87平方米的 那中間這個壺形呢 是117平方米的 然後臨邊那裏的話 它就是大面積 127平方米的壺形 那因為浩門的話 現在在應酬間還未虛盤 所以價錢暫時是未知 不過二屆的一個價錢 可能在一萬八這樣 大中收的 那浩門的話 現在都起得七七八八的了 所以明年的一個八月份 這樣就可以收納 17號這樣就可以虛盤的了 那它的小區的一個規模 我們就看到這裏 稍後會帶大家去看看它的一個用品 當然是怎樣 好啦 現在我們所在的一個壺字 就是樓盤的一個 其中一個入口 那這個就是它入戶的一個弟童 那進入去的話 可以看到它一小部分的那些應林景觀 那些建築的話 全部都封了頂的了 現在是正在內部的一個中收 那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工人在施工製造那些陸法的 因為現在工程的話還未完成 所以我們只能夠看到一小部分的那些應林景觀 那樓盤來說它的一個質素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由兩個實力強大的一個許法商去許法的 一個就是我們眾所周知的一個招商社口集團去打造 那招商社口呢它是招商局集團旗下的一個公司來的 那招商局的話 它的一個歷史就非常之久的了 它重辦以1872年在勇武運動時期就已經重辦 而且它是一個雍企集團來的 在雍企排名中它是排名第一 而且集團的一個淨利潤在雍企集團中它都是第一名來的 旗下有32家上市公司來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發覺它的一個實力是非常之強大 而且作為雍企來說 它都是世界五百強的一個企業 還有一個公司呢 它就是宜州集團 宜州集團它在1994年就已經成立以下門的了 而且都在香港那邊上市 2009年11月在香港上市 股票號碼的話是01628 這個大家都可以出得到的 而且它都是中國房地產前五十名的一個企業 所以整個樓盤它的一個質素會這麼好 都是因為有這兩個實力強大的一個許惑箱連手去打造 那看回來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小區的一部分現林景觀 而且雖然說成一個項目的話 暗開盤 不過的話明年幣就去購樓 它說是非常之快的了 那它的一個用品根就在這裡的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進去侵觀一下它的一個用品根 看看它的一個護形是怎樣 究竟封不封證 實不實用 這個就是作為它以後的一個入戶大統 每一棟都是這樣的 好了 現在我們就到了它用品根的一個壞字 所追的是它的一個十樓來的 那現在我們要參觀的這個護形是117平封麥 做到四縫兩聽兩懷 那入門的話這裏是做一個系統的一個設計 上面這裏是儲物櫃去放些東西 下面這裏就作為一個放系的一個系統設計 每一間護形都有的 入到來看到的是它的一個客廳和親廳連在一起的 那旁邊的話就是廚房一字形的 在廚房旁邊這裏遺留了一個雪櫃的一個位置 那廚房的話它的新建圖是包含的 就是這個造台抽油煙機的消毒櫃 是廚房的一個新建圖 因為它是正宗購樓 所以購樓之後這些新用的東西全部都有的 而且上面這裏都做了一些儲物櫃 到時購樓之後這些儲物櫃都是做好交給業主去使用的 下面這裏就是它的一個消毒櫃 入到來的話這個看到的就是它水槽的一個位置 它的一個沖水的這個頭它拉出來 設計就比較細緻些 比較人性化些 而且這個廚房的話它旁邊那裏還有一個生活路頹 它放一個洗衣機在這裏 它那些擦頭、擦皮這些都設計就好在那裏了 出到來我們看到的就是它親廳和客廳 它是一個雲廳來的,連在一起的 進深的話就有6.5米 虛筋的話是有4.5米的 連廳的一個設計它彈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而且的話實用彈起來也比較大 和它的一個通風取公國風面的話也比較舒服的 外邊這裏就是它的一個露鯪 露鯪的面積是震上一半的 這個露鯪都非常之大 和它的一個晉身一樣 都有6米的一個晉身的 長度 寬的話就有1米幾 看出去的一個景觀都沒有什麼遮擋的 而且它的一個露鯪這邊的話 它的一個潮響是潮臨響的 臨不通透的一個護形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客廳 那現在去看看它的一個馮巾是怎樣的 因為它117是可以做到四縫 實用率都非常之高 那這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間房 是它的一個主用縫來的 縫一張1米8和兩個長度櫃 那在旁邊這裏呢 它的一個設計都比較精細些 在兩邊這裏設計了那些魚櫃 進到最入面就是它的套廁 到時的話交流這些洗手台和馬桶這些情報都設計好 有迷的了 那在鏡後邊的話它都做了一個儲物櫃這樣去封些東西 外面這裏呢 是它主用縫有一個飄槍 保證它的一個通風取公 而且飄槍那裏的話 它的一個面積都是陣送的 在主用縫旁邊這裏呢 這裏是一間客廳 面積的話大概有11瓶這樣 都是剛剛好夠用的 那這一間會形就沒有飄槍 不過都有那些槍在這裏 保證它的一個通風取公 和它的一個舒適度 而且的話 在這裏都可以設置一個衣櫃 剛剛好夠用了 客廳看起來就非常之舒服 這裏呢 都是它一間客廳來的 和鵪精坦的那間客廳 它的一個地勢是差不多 都有10瓶到11瓶這樣 放一個衣櫃都是好 這個會形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飄槍 都是陣送的一個面積 現在看到的就是 它的一個公用洗手巾 它是公室回來的 洗手腿的話就在外面這裏 馬桶和洗澡房的話就在裏面這裏 洗澡房裏面還有一個飄槍的 最後面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書房 書房的一個面積都非常之大 做到一間客房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如果不用那麼多房的話 都可以設計為一個BB房 或者那些工作室都可以的 這個呢就是我們參觀的一個 117瓶封麥 四房兩廳兩位的一個燈位 實用是非常之高的 好啦那今天呢我們就參觀了 昭雄宜州的雲鼎庫這個控錄 那一個控錄 每一個地段來說的話 都是很不錯的 因為在那個區隔山的一個 中心位置 而且在右側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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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現在就已經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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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還有正在修路 而且整個項目來說 它的戶型都比較實用 80多屏風麥做到 新房,而且主用房 都有那些套廁 117屏風麥的話 它又可以做到四房 而且每間房都很實用 而且很封鎮 所以這個樓盤來說 無論用來投資 因為現在才一萬幾兩萬元的一個關卡 以後的話肯定還有很大的 一個性的空間 用來自己煮的話 這樣一個環境,溝通配套又成熟 戶型又實用 所以用來投資自己煮的話 都是OK,沒有問題的 那今天的話 這個項目呢,我們就參觀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